哈囉,大家好,我是葛思 歡迎大家收看葛思走走 話說最近我去參訪一家 我大學同學開的多肉農場 裡面有販售各種各樣酷炫的多肉植物 農場的臉書連結我放在說明欄 非常推薦大家去看一看 而本集只會針對其中一種 叫做岩木丹的植物進行說明 其他的多肉植物會陸續再跟大家聊聊 本集內容會先介紹一下岩木丹 然後帶著大家區別六個品種 再來解釋你可能會遇到的幾個陌生名詞 並且最後告訴你要怎麼挑岩木丹 影片內容有點長 但看完之後就能讓你在買岩木丹時 不會因為不懂而為賣家糊得一類認的 好的,我們開始吧 岩木丹是一款單價比較高的多肉植物 我第一次看到時就被它蒼蒼的美感所吸引 它會生長在石頭縫中 並擬太成岩石的模樣 以免被動物吃掉 平時只會露出頂部 能有效減少動物踩踏的傷害 雖然外表是長這樣子 但地底下有像是白蘿蔔一樣的肥大根部 功能是儲藏養分和水分 一度過缺水的環境 野生岩木丹非常的稀有 已經是被列入 並為野生動植物種 國際貿易公約的植物了 在野外要長成拳頭大小幾十年跑掉 但是透過嫁接的技術可以省下幾十年的時間 我之後會將此栽培技術的細節放在會員影片 有需要的人屆時歡迎參考一下 而野牡丹的觀賞重點就是這一頁一頁的構造 稱為油 油的表面叫做油面 油面上一粒一粒的叫做油粒 只要從油、油面和油粒三個結構去仔細的觀察 就能夠充分的感受到各種野牡丹的美麗之處了 第二部分 為兩兩一組介紹六種野牡丹 可以從油的差異來區分它們 一種和第二種是花牡丹和青磁牡丹 花牡丹油面平滑 跟青磁牡丹很像 然而青磁牡丹就跟青花齒一樣 油面偏白 並帶有紋路 第三跟第四種是黑牡丹和雞牡丹 乍看之下都是黑色的沒啥區別 但仔細看油面的質感就能夠區分兩者 黑牡丹的油面皺皺的 像是超長的皮皮跑道 而雞牡丹則是油面平滑 像是皮革的感覺 第五和第六種是 龜甲牡丹和庫斯拉牡丹 龜甲牡丹的特徵是 表面油力明顯 並且在油面有兩條溝 是一款帶給人歲月感的岩牡丹 而庫斯拉牡丹是龜甲牡丹的變種 龜甲牡丹的油面有兩條溝 而庫斯拉的油面則沒有溝 並且油力會更加的致密 像是怪獸庫斯拉的皮膚一樣 然而我是覺得比較像是青花菜啦 真的是非常可愛的一款岩牡丹 接著第三部分 要來跟大家聊聊這兩個陌生的名詞 到底是什麼意思 首先第一個是 怒濤 怒濤意思是大波辣 用來形容油力明顯突起的樣子 像這顆 叫做怒濤花牡丹 相較於一般 油面平滑的花牡丹 它的油力就會讓人非常的印象深刻 第二個是井 井指的是植株出現黃色的斑紋 而不是單單綠色而已 像這顆叫做怒濤花牡丹井 相較於一般怒濤花牡丹 顏色就非常的鮮豔 但有這些特徵的岩牡丹 就相對稀有很多 所以價格上就會比較貴 第四個部分 就要來談談要怎麼挑 大概有兩個原則 第一個是挑自己喜歡的 反正看對眼就行了 第二個是要挑能夠充分展現品種特性的 以下要庫斯拉牡丹為例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越像青花菜的庫斯拉牡丹 品相越好 這裡有三顆 看似差不多 但價格可以差好幾倍 庫斯拉牡丹的觀賞特點 是密集如青花菜般的油力 所以相較這顆有尖細的 這顆就會更加的優秀 它要油越大越好 所以這顆更好 以庫斯拉牡丹來說 同時具有細緻油力和大油的個體 更能夠充分展現其品種的獨特性 如果你想買岩牡丹的話 通常它的單價會比較高 找到一間值得相信的賣家 絕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上美麗的植物和紮實的資訊 都是來自於主家城的獨肉農場 他是一位樸實又認真的人 我非常推薦 已經將他的臉書連結放在說明欄 有任何問題可以利用臉書請教他 如果要購買植物或參訪他 位於嘉義市的農場的話 也請通過臉書跟他預約 然後只要加入葛斯的頻道會員 凡購買買500 就可以獲得價值100的贈品 有需要的人可以加入會員 領取專屬福利喔 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 岩牡丹是長得非常慢的獨肉植物 因此野生的岩牡丹非常的稀有 今天介紹的有六種 分別是花牡丹 青石牡丹 黑牡丹 雞牡丹 桂甲牡丹 和庫斯拉牡丹 花牡丹主要可以看到兩種變化 分別是怒濤和錦 在購買野牡丹時 除了看自己喜歡的蜘蛛之外 請盡量挑能夠充分展現品種特點的個體 當然選擇值得信任的賣家也是非常重要的喔 好的本集影片到這結束 預祝各位眾得愉快 感謝各位觀看 我是葛斯 我們下期再會